泽一 我有件事情要问你 你一定要如实回答我 好 只要是你警职下来问的问题 我知无不应 刚才那位警官和我说 他曾经亲眼看到你在马路上 差点出事 还说你有自杀倾向 警察说我有自杀倾向 那场车祸到底怎么回事 出来 就是当初把知夏赶出酒店的时候 你负齐危险驾驶 打算跟我同归于尽 你跟我离他远一点 天大了五回 我怎么可能去自杀吗 你要相信 我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很多我眷恋的人跟事情 包括我出去 都是为了开车找你 你也知道我开车技术特别烂 再加上心急 所以就一直出了意外 所以你没有要寻死 我不是去寻死 我是去寻你 你真是这么想的 你真是这么想的 你真的这么想的 我骗谁都不会骗你嘛 那我就放心了 我还以为你又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没有 说清楚就好了 我去把这身衣服换了吧 换了我们一起走 好 我等你 快点啊 你为什么这个时候出来 你快把这个身体还给我 你不要着急嘛 怎么 你又想顾忌重施破坏规则 像一年前那样 一直不睡觉 这样我就一直出不去 你怎么每次遇到锦直下都会失去理智 你还不是也想顾忌重施 接受莫子歇的治疗 然后永远地消灭掉 我不是你最在乎的哥哥吗 一向冷静的负责医 还不是为了锦直下 失去了理智啊 其实咱们兄弟俩可以好好商量一下 重新回到一年前我们约定的规则 莫一轩也说过 这就是人格分裂最大的好处 那我当初跟你好好商量 你就会放弃锦直下了 那你现在 就可以放弃锦直下了吗 现在我回来了 我也想看看 这段时间里你利用我的身份 到底做了些什么 做了什么我告诉你 现在锦直下 交往的人是我 你可以退出了 虽然我很久没有回来了 但是我刚刚看她看你的眼 都是在寻找我 喂 金金姐 小夏 你怎么又跑到国外去了 你爸爸当初去世的时候可是交代过的 他留下的酒店 你必须接手 爸爸就是因为过劳才引起了性格 你想我不踏后尘啊 你想我不踏后尘啊 小夏 金金 现在是你了 请不要用你的手机和车 妈 我有事先挂了 医生 医生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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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现在有电影的商品 什么名字呢 Billy 谢谢 支手曲子的作曲者叫零 中国人吗 一点个人资料都查不到 这个人这么神秘吗 小金与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34 写中间总监 undo 116 2014 2011 2014 2014 你明白 不会啊 我这里隔音特别好 你等我一下 你明白 我明白 你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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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 你昨晚没睡吗 没睡 因为艺术家都是晚上灵感比较爆棚的对不对 我的那首歌编曲已经快做完了 但是我今天想出去加点人生 再播到冰区里面去 我也想去 好啊 那到时候这个谱子算我们两个起座了 我好像赚到了呀 还是你最聪明 我不用你挂念 我只要你看天 这都会有个隐形 快走快走 我快点 我快点